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邦邦这个选位 舞女果然跟游戏说的一样啊 往前冲进大船 这边的话邦邦选择来小木屋找 刷点决是偏向于右边刷点 并环 往左边冲的话会也是会持伤 还行嘛这边抓并换 我觉得邦邦也能接受 然后球人这边也能接受 两边都可以 翻出去这边的话一个勾 应该是往小船方向走了 你觉得这个击倒要多久 这个小船那就是病患的一个 小天地了对吧 翻下去勾回来 对 很经典的一个遛鬼位 我说一个我数据库里面的时间 100秒 可能不止 差不多100秒三沟交完 然后这边击倒差不多是100秒 我看下来好像这个点位抓病患 都是100秒左右 就都不是也不是起步 就差不多就这个时间 我觉得也没问题 但是 他这个 哎呦 他这个转点并没有一直绕着这个小船去 对 前三沟子交完 然后 这里一个飞轮 没勾了 差不多了 那现在一炸 然后 闪现直接击倒 哎呦 差一点点 但是 这里 这个闪现没闪到 可以跟倒 可以跟倒 差不多 他如果说直接围绕着小船的话 感觉时间会更久一点 是的 但也差不多 反正都是要么90多秒 要么100 100秒出头 我也没见过遛的特别久 这个情况可能 实际他的遛轨的那个时间 估计也就一分钟 因为太绝没追他们 对 所以事实上这个病患 其实也没有遛的特别久 对 感觉没勾子没用好 对 对 没有 没有 就是把他的这个牵制上限打出来 就及格肯定有了 但是你说要打到 就是 这波6完 然后两波就能打四人开门战 这个时间是没到的 那球者这边选择就一波就给你打三人开门战了 这三人开门战 你别说 这三人开门战 如果武女留个道具 有没有说法 我怎么感觉 我怎么感觉刚刚那个过半了 没过半吗 过半了 过半了吗 对老早 他们就已经卡死旧的 这不是卡半旧 我怎么感觉他是刚一过半就旧的 没有 他过半了 有一会儿了 他们就 他们打得很球稳 非常球稳 没有 给邦邦任何机会 但是也没给自己留什么机会 就是想先拿个三人开门战来跟你打 这三人开门战 那核心还是得看他们剩余的道具 如果有一刀斩的话 那大概率平时 没一刀斩可以搏一搏地窖 有一刀斩我觉得也不好说 有一刀斩 不过邦邦这边的话 待会有个闪现 好像差也差不多 应该是 除非他闪过去古董商这边反手一棍 那好像如果说是看一刀斩的话 看什么 一刀 大副 这个怀表得留 留得好 他不想交 这边往哪边挂好 往哪里挂 我如果我们上帝视角的话 我觉得挂 往门边挂会好一点 这样的话 等于说你在开门战的时候 那边挂对吧 对对对 这样的话等于说你开门战能够压一边门 对然后古董商他点没用慢 他一个人跑进小门点 对 这里锤刀大副 锤刀大副大副 待会有怀表 他不不杀了 他回头 这边的话也知道你可能会回头 提前先下一个减速八音盒 而且是拍了板子的八音盒 这个八音盒在这边帮帮好难受 那这样的话三人满状态 开门战 这边要去抓武女 武女还有个八音盒 地窖还好不在这边 如果地窖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这武女很有机会 因为武女本身在高低差 有跳有加速 然后这边还有个八音盒卡着你 不过他没有飞轮 闪现吗 闪现身位不够 但是这武女板子拍 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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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说法 有说法 这个真有说法 这边武女待会能不能拖 大副那边好像打算直接出去 他可以去门口翻个箱子 这大副翻个箱子运个东西 过来 完了 翻过 哎呀 这怎么回头一下 突然往回走了一下 啊 这波怎么说呢 我本来想说是武女能不能利用一个翻板加速 然后配合滑步拉开身位 然后冲一波 对 应该是有机会的 应该有机会的 因为包包这边的话已经没有拦他的手段了 他不能踩这个板子 他一踩板子就转点了 然后他就用这个简术 一直跟他转 然后找机会 一个弹板 或者是一个舞步滑出去 对对对 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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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想向开 实际 based 官方画